漫长暑假可以尽情玩乐 小朋友开心 但家长就得伤透脑筋 在上班的同时要怎么照顾子女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有四成是靠长辈神救援 其次是送安亲班幼儿园 另外为了让小孩度过充实假期 七成五的父母会额外为子女安排活动 像是国内旅游体育活动等 平均得多花一万九千八百九十元 在我们的调查当中 其实有四分之三 也就是大概七成五的家长 愿意帮子女去安排活动 而在安排的活动当中 又以国内旅游为最多 大概是占了四成多 其次是体育活动 再其次是学科补习 但是这一些活动 通通都不是免费的 如果要能够让小朋友 在暑假充分的放电 把这些本来应该在学校 花掉的时间去做支应的话 他们可能也必须消费 比较多额外的金额 目前我们统计的结果 平均增加的花费 大概是在一万九千八百九十元 将近两万元的额度 在我们的整体调查的家庭当中 这其实占了他们 百分之二十二的家庭收入 也就是已经超过五分之一了 所以其实如果要能够去帮小朋友 安排一个比较充实的暑假 其实银蛋也必须准备好 那暑假其实除了时间的支配上 还有就是有没有人能够去照顾他们之外 他们也很怕小孩没有了学校的约束 可能在生活上很多作息 会出现脱序的状况 所以在家长担忧的内容当中 其实目前比较最担忧的 也可以分成不同年龄层的学生来做参考 在国中小的话 其实他们最担心小朋友网路成瘾 因为小朋友一到暑假 仿佛这个上网的禁令就被解开了 然后就无止境的上网 他们很担心小孩在这个阶段 会养成网路成瘾的状况 那根据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调查 台湾青少年网路成瘾的盛行率 大概只有3.1% 其实这个数据已经是比欧美来的高了 所以这个确实是很多家人担忧的一个警讯 那在学龄前的幼童来说的话 那也许他们的坐席还没有什么可以捣乱的空间 但是最怕的是他们可能没有人接送 这个可能会是他们最担心的 那除此之外 补习费用太高 暑期的课外活动花费太高 这个也都是家长担忧的项目 暑假也是各种儿童下令营 社团活动旺季 像是以魔术表演教学为主的魔术师范团 暑假期间收入相较平时就多了10万元 因为每个季节 它的魔术师的表演的客群都不一样 像寒暑假其实大部分魔术师接的 大部分都是生日派对 除非到了什么中秋节 就会接什么社区场 所以就暑假的话是 天职场的儿童派对会居多 有时候平日会有人找我去变魔术 但是因为暑假的平时 大部分现在已经被儿童的魔术已经塞满了 所以变成说只能推迟掉 暑假只能接六日的案子 大部分他会把它安排就是塞满 因为他们其实家长上班的时候 没办法雇小朋友 所以他可能一早早上可能9点就把小朋友送来 然后早上就一个社团 然后下午就参加另外一个社团 可能到4点半5点这样子 另外根据调查显示 近半数企业有优于劳基法的育儿福利 提供员工包括弹性工时 带小孩上班 提供育儿津贴等 还有可以在家工作 也让家长减轻不少育儿压力 因为我的小朋友平常都是给保姆带 如果说像之前保姆确诊 或者是说他们家里有什么事情的话 其实我只要随时跟公司申请居家 他们就会让我在家里上班 那像有时候公司会有线上会议 那老板也是人蛮好的 他就说没关系 就是你还是照常开会 小朋友在旁边没关系 那只是说可能要把声音关掉 那不要去影响其他同事这样子 不会说因为说因为我们带小朋友 然后就觉得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 两岁真的还是需要很需要照顾的时候 然后他的作息啊 还有睡眠时间那些 就如果乱掉的话 其实家长自己也会很辛苦 对 那所以我觉得公司能够提供这样的福利 真的是给职场妈妈 就是很大的弹性 那你也不用担心说 我这样子做 那可能公司会怎么看我 就是大家都还蛮包容的 那所以其实对于家长来说 暑期不仅是要把这个时间花来陪小孩 参加很多的国内旅游活动等等 或者其他的科外活动 也要把钱花在投注在小孩子这个时间上 其实对于家长来说 都是一个蜡烛两头烧的情况 时间跟金钱都有压力 那所以其实对于家长来说 企业和国家能不能提供在育儿上面的 一个后盾支持就很重要了 所以我们也有针对育儿福利这个部分 来进行企业的调查 那我们发现大概有近半的企业 是有提优于劳基法的育儿福利 而且其中最多的大概就是弹性公时 占19.6% 那另外还有18.7% 是让你可以在暑假期间 把小孩带来上班 除此之外包括育儿津贴 居家工作 学费补助 这个大概会是依次是 目前企业提出来优于劳基法的育儿福利 的几个优先项目 而根据参与调查的上班族自评 家庭收入要达到九万两千零九元 才养得起孩子 和调查中的平均薪资八万九千四百六十四元 仅相差两千五百四十五元 显示育儿的上班族确实会在收入达标 经济能力稳定后才敢生养子女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